本港第五波疫情以來 累計有超過4600人死亡 加上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封城 導致本港棺木和紙紮用品供應緊張 根據食環署的辦理身後事須知 列明申請人需要選擇符合規格的棺木 先可以將圍體送到預定的火葬場進行火化 換言之,如果沒有棺木的話 圍體就不能進行火化 其實去深圳一封城 我們基本上是從陸路來的棺木全部停止 所以令到很短暫的時間裏面 全部棺木供應已無法遮蓋 供應香港的足夠量已不足夠 所以會形成到今次全香港有一個棺木恐慌 其實全香港的棺木 好像我昨天在報導的傳媒說 只可以應付到大約兩至三天 好像今天應該應付到兩天 之後情況如何呢 基本上情況就是 如果沒有棺木去為先人服務 即是主家和先人安排了一個喪事 有機會最懷打算就要延期了 延期的話會影響到有甚麼後果呢 大家都看到報導新聞就說 公立醫院的凍櫃 或者公眾臉防凍櫃儲存的遺體 已經是嚴重負荷了 我們都不可以幫政府 還去疏到遺體去處理喪事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 積壓的遺體就會不斷地增加 根本是解決不了問題 而同樣從事殯儀業的孫生更指 紙紮品的短缺情況被棺木更加嚴重 現時紙紮品的價格急升 已經無奈加了兩次價 每次加幅達10%以上 有家屬遺免先人的遺體放置時間過長 寧願先舉併 之後再補銷製品 但亦有家屬希望完成整套儀式 避免留下遺憾 所以選擇延期到下月初再舉併 食環處發現人表示 經食規局和食環處 在內地相關單位反映之後 過去幾天已經有360副官木 由綠路和水路順利運搭香港 預計星期五會再有新一批 大概730副官木由水路送到 同時兩地政府亦已協調 江港官木的跨境貨車車池配額 相信對於業界副運官木會有幫助